10月7号晚上德云社鼓曲专场迎来了收官之战 跟前几天不同的是 这一天的演员基本上都是德云社鼓曲社自己的演员 不像之前几天全都是一些鼓曲前辈 郭德纲的妻子德云社的董事长王慧作为最后一个船底出场 表演了自己的代表作《探情文》 在演出结束以后 他的表弟张云雷带着郭德纲的小儿子郭焚洋 一起上台给王慧送水和献花 场面十分感人 看到郭焚洋如此 有网友表示郭焚洋真是不偏向谁 父亲郭德纲登台说相声 他经常登台献花 献桃以示祝贺 这次母亲王慧回归舞台 郭焚洋也是积极营业 安迪真是太可爱了 张云雷和王慧之间的感情 已经不需要用言语来形容了 这一次德云社鼓曲专场 张云雷也是立下了汉马功劳 可以说是鞠躬甚尾 而郭德纲的小儿子郭焚洋 如今可以说是形象大变 已经成了一个帅气可爱的大男孩 不是小时候穿着一身花被单的小屁孩了 让大家惊奇的是 郭焚洋小小年纪 个头已经直逼他的父亲郭德纲了 而郭德纲老师一直以来的心愿 就是希望改善老郭家的基因 让自己的孩子长得高一点 如今心愿算是基本上实现了 张九龄曾在舞台上调侃王九龙 老郭家哪有超过一米五的 从郭德纲到郭麒麟 基本上都才一米六多一点 实在是跟高大威武站不上边 师娘王慧的基因就是强大 郭焚洋小小年纪就这么壮士 将来这个身高应该跟张云雷 王九龙差不多 薄底也有个一米八左右了 当然这都是大家调侃 没人会真的在乎这些 大家都是一说一乐罢了 如今国庆假期已经结束 怕是郭焚洋也要回到学校上学了吧 也有网友表示 这么晚还待在天津大礼堂 看父母的演出 这明天是不上学了吗 看到这位网友的担心 很多人会心一笑 表示您的想法真是多余 要知道 老郭家都是初中就毕业了 这上学不上学 其实对他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再说了 德云社相声演员中 有多少学历高的呢 当然这里也不是说学习不重要 毕竟每个家庭情况是不一样的 看着张云雷 郭焚洋一起在台上陪着王慧 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样子 真是让人感叹 郭德纲老师上辈子到底积了什么德 才能找到这么好的妻子呢 从中间《也许论》在某厶尸 multip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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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it露油 trees